这恐怕是我们直播的时候提到最多的型号 甚至没有之一 TAMA Superstar Hyperdrive 也就是TAMA的超级新系列 那么首先还是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方 众乐乐器 他们是第一次登上我们节目 也是一家非常专业的收买打击乐的商家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他们 在下个月的上海乐展上 他们也有一个展位 展号是W4C62 那么主要的两大类产品就是TAMA 今年新的超级新颜色 大家可以到现场试听一下 还有罗兰的一些新品 电骨方面的一些新品 大家也可以到现场试听试玩一下 那么咱们还是按照传统惯例 先给大家来听一听这套鼓的音色 听完了咱们再回来细聊 超级新的那些事 这套鼓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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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从头说 踏马这个品牌 隶属于日本的新野诸事会社 也就是它跟伊班纳那个电吉他 是一个东家 一个公司 但实际上 新野最早的时候并不做架子股 它成立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开始做架子股 什么时候开始做呢 特别简单 1974年 为什么是74年呢 因为今年2024年 踏马推出了好多50周年纪念款的产品 其中我们给大家也介绍过 那个50周年纪念款的采锤 所以今年24年 倒推为50年就是74年 74年它刚开始生产股 但那个时候的股还不叫踏马 那个时候的股就叫STAR 那个品牌就叫新 STAR 但有可能是因为STAR这个单词啊 在欧美都不好注册 也不容易注册下来 就改成了踏马这个品牌 过去的节目里面 我们专门也聊到过 踏马真正打入北美市场 当年就是靠这款超级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 很多美国节目 比如说最有名的R.David R 到今天用的都是一套非常老的 就是大概86年 不到87年 生产了一套老的Superstar套股 超级型这个型号呢 发展到今天 已经变成了两大套系统 很多细分型号 这个黑标的 像一个小蝙蝠一样型号的 就是短通的 比较偏现代的 官方叫Hyperdrive 也就是超级型Hyperdrive 还有一个型号呢 就是写个T字母 像一个大的T字母一样那个 然后通通鼓比较长 样式也比较复古 鼓尔的样子 不是这种连通鼓尔 像个小船一样的 上下分开的 那种就是复古版的超级型 这两种型号 大家在市面上都可以看到 但是绝大多数 都是现代款的 也就是这个Hyperdrive款 Hyperdrive是什么意思呢 最主要的意思就是 这个通通鼓缩短了 踏马是第一个 把这个通通鼓做到这么短的 商业售卖的品牌 人类做鼓那么多年了 肯定他不是第一个 想到做短做长一点的人 但是第一个 把他做这么短 做成一个商业产品 售卖 踏马是第一个做到了 倒退回过去 90年代末 2000年初的时候 这两个通通鼓的尺寸 一般是10乘9 12乘10 再往后翻演成 10乘7 12乘8 也就是今天大家常见的尺寸 都是10乘7 12乘8的 但是踏马在很早年前 才推出这个超级精的时候 那个年代就推出了 10乘6.5 12乘7.5 那些时候 大家通通鼓 恨不得有的通通鼓 有它两个场 那马上就来到 那个经典的问题 为啥要做那么短 你不能说 为了做短而做短 对不对 我为了创新而创新一下 那不可以 乐器的创新 很多时候是由于演奏家的需求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倒退四五百年前 小提琴这种乐器 最早的小提琴上的琴弦 是用羊肠纤维做的 就是用咱们吃的羊肠子 到今天 在英国德国 都还有这样的工厂 你可以看到视频 他们把那个羊肠子洗一洗 洗多少遍 最后又烘干又加工 用羊肠纤维做成的琴弦 那么随着小提琴 演奏技术的不断发展 更多更厉害的演奏家出现了 他们使用的力度也更大 演奏速度也更快 羊肠纤维就耐不住了 所以才有人开始制作金属的小提琴弦 以满足演奏家 高超的演奏技艺 快速 比较大力的这种演奏技艺 架子柜也是一样 那个年代 摇滚乐的时代 全都是 聚长聚大 通通 这个 后来随着鼓手 你越来越发展 演奏速度就越来越快 速度变快了怎么办 人就需要听得清楚 你弄那么长通通鼓 在一条内尾音一长 全都练在一块了 不行 所以就要做出更短的通鼓 通通鼓一短了 它尾音也就短了 反馈也就快了 反馈一快 就能够更加体现出 你速度的这个要求 所以并不是 他推出了这个 大家速度变快了 而是 大家速度都变快了 变大了 他推出了这样的产品 以符合当时鼓手世界的这个需求 这个型号当年一经推出 就赢得了很多 今天世界上最顶尖的鼓手的喜欢 首规 Ronald Bruno Jr 咱们上一期推荐专辑也说到他了 甚至他这整场音乐会 就是拿一套超级星 也不是什么特殊定制款 也不是什么 就是超级星 Hyperdrive 短通这个款 把这活干下来 干专业的演出 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鼓的尺寸 22x18的脚鼓 有劲 现在16x14的落地 所以说他这个短通 不光是上面两个变短 落地也是变短的 16x14的落地 10x6.5的一通 12x7到2通 军鼓是14x5.5的 常规的 这个短通的 一共有两种木材的 一种是蜂木的 画木的超级星来 又是另外的配置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来 就是蜂木的超级星 这个蜂木的鼓筒 通鼓和军鼓 使用的是6层5毫米的木头 这个脚鼓使用的是8层7毫米的厚度 这咱们之前也都说过了 所有的架子鼓 基本上在制作的时候 通鼓军鼓会做的薄一点 脚鼓会做的厚一点 然后它的这个鼓耳里面呢 也是带防松设计的 但咱还去说明 它只是会降低 减慢 松掉的时间 它不能说我完全不会松 打一打就松了 所有的鼓现在都有这个情况 就是我并没有打过 世界上就不会松的鼓 包括珍珠 它中间有一种带芯的螺丝 那都会松 这个先说清楚 我就怕一会儿有人底下给我留言 那珍珠 咱们之后就会拍珍珠 那个螺丝我都会拍 一样会松 只是都会延缓松的过程 咱们介绍它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就是它相比过去的这个超级星 推出了几个新的颜色 这个蓝色是其中的一个 除了这个颜色以外的 还有一个绿色的 就类似绿松石那样一个颜色 和白冰花 也就是这个蓝色 白冰花和绿松石 这三个都是带有这种冰花效果的 然后它每一种颜色都有两个配置 一个是五股的配置 就咱们现在拿到的这个配置 一个是六股的配置 六股比五股 就多了一个14乘12的落地 它都是短筒的 16乘14 14乘9乘12 所以看您个人是五股还是六股 其他的无论是五股还是六股 这些配置没变 就军股一通二通 脚股这些尺寸没变化 我老说踏马是万元级的守门员 好多人就说你凭什么这么说 其实第一我必须承认 我对这个品牌是有感情的 再加上本期节目呢 是收了人家钱拍这个节目 恰办视频 那我肯定跟各位说的好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话说回来 你就是说 我说这个股的音色这么好 那么好 你说这个东西有点虚 每个人感受到的不一样 真正让踏马这个超级星 成为万元守门员的原因 是这套硬件 600型的这套硬件 第一你买这个股啊 它就天然带两个这个 MC69 这个小夹子 时间倒是有点久远了 但到今天这个夹子设计都很科学 而且也不过时 我自己花钱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夹子 国产品牌 你可以注意看 很多品牌有个小的弊端 这个小弊的这个部分 它做的过长 其实没必要 进口品牌 你看 只要是这个结构的 它做的都相对比较短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值得向人家学习一下 建议各位国产品牌 可以做短一点 而且踏马这个做的更聪明一点 就是它做了个弯折 它受力上 更多的会承托在这个架子上 不会直个愣的出去了 它受力点太直接了 这个做个弯折 受力点就明显要好很多很多 然后它这些插架 就这个架位上配的这些插架 确实相当到位 600型的这个插架是非常经典的 上面这个也是无极的 不是齿轮的 随便各种调节 而且每个插帽上都带了快拆 就天然来就是带快拆的 踩插架上面带那个离合器 也跟它顶配这个型号 有一样的配置 就是一半塑料 一半棉垫 但是呢 它给你配了另外一个棉垫 你可以不用这个塑料 你可以用双棉垫 都可以 这是比较到位的地方 在一个600型的这个彩锤 用的人都很多很多了 包括很多国产的彩锤品牌 想要对标的 都是对标这个600型的彩锤 你就知道它也是很经典的了 可以说这一套硬件 在这个价位里面 我不是说这套硬件最好的 没这个意思 比这个好的硬件多了去了 但是这个价位的架子股里面 就万元左右这个架子股 同样大家都是这个价格 配一套硬件的情况下 我们单拿硬件出来比 它暂时没有对手 均股价也是包含在硬件套装里面的 但是没有股凳 也就是说这个股 你原配 如果你要买这个股的话 你需要自己单独花钱买股凳 这两个查架都是鞋查架 虽然我一个支撑鞋的 一个支撑直的 但两个都是鞋查架 这也是他最先开始这么折腾 过去的架子股品牌 大部分 亚马哈到今天都还维持老派 就如果你买亚马哈的硬件套装 它是一个直架 一个鞋架 我所指硬件套装 就它打捆卖这种 碳马很早的时候 就给它弄成两个都是鞋子了 珍珠的硬件套装也是 一个直的 一个鞋子 你自己单买都可以买成全鞋 或者全直 这个都随你 但这个原配就俩鞋子 但原配就这两个架子 那个不是 那是亚马哈的架子 别误会 没有多配那个架子 超级新的型号 我用的时间很长很长 大家可以看 我比较早些年的视频 就是拿一套白色超级新做的 那个是画模 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 白件 然后老悬挂 画模的做的 所以我对超级新的型号 特别特别熟 包括我们第一版的 条股的那个视频 都拿超级新做的 所以型号真的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缺点 音色各方面 你就是干活也行 刨场也行 酒吧用也行 录音也行 然后你要搞教学 都没问题 你出去露眼都没问题 这些是耐动 随便你折腾 然后用很长时间 戳二手的话 这种品牌的好处就在于 它市场保值率 相对来说 要比较挺一点 这是咱不得不服的地方 就在这 很多国外的进口品牌 亚马哈 踏马都有这样的情况 最后我们就说说 这个股的缺点 因为我用的时间 很长很长 很久很久 所以我深知这个股的缺点 这个股可以说 缺点就两个地方 第一个缺点 就是原配的股皮贼懒 它原配唯一 我觉得比较优秀的一张骨皮 是这个 就是脚骨皮的前面 打击面 这骨皮做的真不错 而且做的好 你可以看 原生这个蛋糕做就很棒 只是说它不是灌胶的 它是压铁的 但是这个骨皮做的很棒 很棒 不错 但打击面做的不行 就是那边做的不好 然后你看 它普通原配带的骨皮 这实在不好听 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 就不装上去了 这骨皮贼亮 你听着 搞个进口优不样 它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 原配的骨皮不行 这骨真是被原配的骨皮耽误了 这个骨你要是拿原配骨皮调音 你拿给我调 也就调出个七八千的声音 但你要说换一套进口骨皮上去 一装上 你拿给我调音 你闭上眼睛 我敢说 我给你调出接近两万块钱的声音 都没问题 原配的骨皮真心不太心 我批评了探马很多次 但是话说回来 还那句话 就是这个东西 成本它在这管着 它把其他地方做的都不错了 它最后这一哆嗦 这一喘气 它弄不上去 没办法 所以建议各位 大家如果买到这个超级新 或者你买到任何品牌的任何型号 第一件事 先把你的皮换了 有好多人给我抬杠 我买的是什么几万几万的 放放兴兴的换 那上面老透明皮贼难听 全部拆了 换UVR就完了 保证你无烦恼 通通股上 这个军股也是一样 军股上下皮都需要更换 换了以后 就可以出我视频里这个声音 我视频里这个声音 跟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我上皮下皮都换了 每个股的打击面 共鸣面都换了 通股的共鸣面也都换了 所以听起来特别饱满 就是特别舒服 那个声音 所以股皮就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就是这个悬挂 这个悬挂没有任何使用上的问题 功能上一切都非常非常棒 没有任何问题 但它不兼容其他品牌的这个 悬挂和其他品牌的鸦圈 也就是说 如果你千万出去演出的时候 不能拆 如果你把上面这个悬挂 骨皮拆下来了 一个一个套在一起 我见有大爷这么干 你千万别弄丢了 这个悬挂如果弄丢了 就跟这个鸦圈一起 就报废了 你得连这个鸦圈一起买 它不像其他品牌的架子骨 你鸦圈丢了换个鸦圈 悬挂丢了换个悬挂 这个鸦圈和悬挂是一体的 你丢了 你就得一起配 而且不便宜 它这个就属于专车专用 就只能我这个葫芦套我这个瓢 就不能用的别注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再次感谢众乐乐器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最后特别预告 众乐武汉中心 即将与鼓手们见面 大家来到武汉 除了夜上黄鹤楼 地铁两站路 即可到众乐打卡 店内有罗兰 亚马哈 踏瓦 珍珠等 中高端型号 均有展示 10月月展后 将会推出一系列 狮子培训 及高端鼓品 如果各位对新的 这个踏马超级型的颜色 还有什么别的配置 有什么想要咨询的 包括你对 罗兰新的这些电鼓 和电子产品 你有什么想要咨询的 都可以咨询 众乐乐器 这是他们官方 好吧 那本期节目来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皮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